第四章現在我要跟你們說明一下 剛剛其實在我的示範報表裡已經有準備好了 你們接著可以試試看 這是把第四章的4.123 這裡有集中量數變異量數偏碳與公佈 大家都應該有之前統計課都應該有聽過 但是聽過是聽過 但是怎麼樣算有沒有進一步的演練 都沒有 我們現在直接看 你們現在試試看 因為剛剛我們應該有做出原來的分數 Z分數跟Z分數的次序變數 現在來試一下 這個判索分析 其實應該就描述統計 就用它下面 這個就是分析選單 基本上雲端版提供的 其實都已經在這本電子書都有做介紹 我們第四章其實最主要就是介紹這個 描述統計功能 不過等一下我不用這樣 我直接就給你們看 你們試試看跟我 就是把你剛剛選好的那個變數 丟到這邊來 我就當成玩一個遊戲一下 我先不要打開我的那個面 你們試試看怎麼樣才能做出跟我這樣一樣的爆點 你們唯一的差距就是只有你選的變相跟我不一樣 那其他就是說要有什麼 總數啦 平均值啦 中位數 重數 這些怎麼樣讓它都在這個報表上呈現出 你們先試試看 那個我面板打開就等於是告訴你們我是怎麼做的 那可從字頭記的意思是 你這個報表你隨時點開 你隨時都可以把這個怎麼做的面板給叫出來 我們用這個練習 我就實際就是帶你們完成那個電子書的 就是完成這個練習齁 就相當於直接帶你們走一招 變子書的4.1到4.3 除了中間有個重數要稍微講一下 等一下我再跟你們說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可以跟我說一下 對 感覺像我這樣子 如果你有改的跟我不一樣的可以跟我說一下 OK 你們可以筆記一下 我會順勢教你們怎麼樣在這個報表上做筆記 是什麼 是剛剛這個 你是說剛剛這個描述統計的嗎 不是 是 好 沒關係 應該是可以的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你只要做任何一個動作 像我這樣 就是做任何一個 對它做任何一個動作 就可以做 就可以 就可以 它會重新計時 就不用管它 好 我這邊就已經有 我這邊也是有出現了 就不用緊張 好 然後我先建議 你們可以在 你們可以現在在報表 如果有出來的話 你可以在它的任何一個地方去點擊看看 特別是在它的那個標題下面跟這個表格的下面 你可以把游標移動到這個標題或表格下面都可以有可以輸入文字的地方 好 那這個可以讓你們可以就是上面做筆記 那將來的作業還有考 還有考 還有考 還有考試要你們 都會有要你們把這個報表中你對這個報表的說明就寫在這個裡面 好 所以像剛剛你們可以就是增加說 那個請注意這個 就是說 像這個資料找換跟篩選條件 請盡可能不要同時使用 不過可能在本機版 你們自己回去可以試試看 你去安裝本機版應該是都可以用 但是雲端版 因為它有用到他們的海外伺服器的資源 你們自己也有試過 像我自己OpenAI 我大概是出來一個月就在網 我那時候我就經常碰到什麼 什麼那個計算複合過 運算複合過量 都沒有 跑不出什麼東西 因為全世界一億多人都在用 然後他們這個雖然用的人不會沒有很多 但是我覺得他們在用的伺服器也沒有太 也沒有太 也運算資源也沒有太多 所以可能就如果說只會比較有 會要用到說 特別是實驗的資料 一定會有用到 你要做轉換也要用篩選的部分 那時候可能用本機版會比較好 那這裡我只是說讓你們做一個說明 做一個認識這樣 然後順便再跟你們說明 像這個報表呢 你也可以給它單獨的匯出 就是你可以看到 它現在是匯出 你可以匯出為這個pdf跟這個網頁的格式 還有一個latex 這個我就先不說明 通常你們可以匯出的 我建議是如果你的文字是有中文字的話 建議給它用網頁檔匯出 因為那個它匯出 現在它轉換成pdf檔會 就是說不是英語的文字 特別是那種中日韓的這種這種 這種雙位元的文字呢 它的轉成pdf檔會都是亂的 就是你們可以試試看 你們現在可以自己在這個 可以打這地方 打就是寫一些中文的筆記 然後你自己再匯出為pdf跟網頁檔試試看 這可以單獨匯出 所以以後有 其實下次真的是作業就會要你們 就只要匯出一個網頁檔就好 所以你們如果熟的話 它的這個格式編輯的方法熟的話 你們其實可以直接用這個 就是說直接寫一個分析的報等 那甚至也可以現在這些編輯好 然後你再把它給複製到那個word檔去 那可惡我們要重新 稍等一下 對這算是總時間45分鐘 這沒有辦法 總時間45分鐘 它是提醒我今天要下課的 好這裡 好這裡的話 那個描述統計的這個表 你們有沒有都做出來 有齁 好我們現在公布 等一下我這邊所勾的功能 主要就是這些